這一包已經開封吃了好幾塊的豆干 沒想到消費者卻吃到了過年驚喜包 裡面居然有米奇 他已經拆開了 要吃 誇張事件發生在台南 有消費者在過年期間購買的豆干 吃到一半才發現 這包桌內竟然有一整隻的老鼠干 而且身形毛髮還有四隻都很完整 讓他趕緊把豆干吐掉 但還是覺得怪怪的 不舒服 轉而向議員投訴 有關單位要徹查 把同一批的這個豆干要先下架 要求業者應該要將同一批的產品下架 而出現了米奇驚喜包豆干 來自台中知名的德昌食品公司 有問題的豆干包裝戴上的有效日期 是到今年的9月29號沒過期 但被台南的民眾買到吃下肚 面對重大的食案事件 食品總公司的態度卻是這樣 那個老鼠肝事件的回應 目前還在處理妝中無法接受採訪 因為我們中午會出新聞 我們還是希望有平衡 看你們這邊有沒有窗口可以回復 我們應該目前還沒辦法 所以是都不回應的意思嗎 對 拿個環節出了問題 讓米奇跟豆干混裝在一起 業者低調不回應 但有多少類似商品流入市面 衛生局要調查 依源頭管理原則 今日將移請台中市衛生局進行處辦 它是一個大品牌 我們吃豆干都會挑這一間 對 它的老鼠肝滿大肢的 那個很誇張啊 應該會有陰影吧 因為初暴工廠在台中 目前除了派人員稽查之外 也將案件轉由台中衛生局查處 不過同一批的產品 恐怕很多都早已被消費者給吃下肚